欢迎来到十点不一样 我是请林谦 日本能登半岛 台湾时间下午1点42分 发生规模6点5的浅层地震 日本各地出现剧烈摇晃 镜头左右晃不停 监视器画面记录下地牛大翻身的瞬间 日本北陆中央石川县能登半岛 当地时间下午2点42分 发生极浅层地震规模达到6点5 各地都出现剧烈摇晃 高楼百叶窗不断摆动 伴随避难广播吓坏不少民众 由于这次地震深度仅有12公里 株洲市侦测到最大震度6强 当地陆续传出灾情 株洲市传出有三栋建筑倒塌 一名住户整个人摔下楼梯 失去呼吸心跳 当地一座无人岛建覆导 是热门的观光景点 强震发生当时岛上土石崩落 游客见状惊惊慌逃窜 新幹线因高速行驶有危险性 北陆长野站到金泽站一度停驶 大批乘客受困在月台 另外马路遭挤压隆起还有大小落石 当地政府也下令路上交通暂停 雖然没有发布海啸警报 但威力大到连500公里外的大阪 都能感受到强烈晃动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立刻坐镇指挥 指示救灾单位务必以抢救人命为第一优先 TVBS新闻中不倒 因为现在正好是日本黄金州 很多人出游 目前也有不少台湾旅客就在镇阳附近 发生地震规模6.5的地点 就是在日本石川县能登半岛的猪洲市 近来也是旅客很喜欢去的地点 因为靠近日本海海鲜市一大卖点 夏天的话也有海上活动可以玩 虽然鲜少有游客指名要去猪洲 这回发生地震 5号当天其实有不少游客就在镇阳附近 目前台湾旅客都已经联系上 全员平安有些因为在移动中 还是收到了手机警报 才知道发生有感地震 行程都是照常走 除了在搭乘缆车时 受到地震这么大的摇晃 有暂停营运检查相关设备 延误约20分钟 而旅行社的团员确实都是在石川县附近 因为台湾旅客喜欢去 主要原因都是丽山黑部 大部分五天四夜行程 除了重头戏之外 周边的国际艺术季 也是旅客会去的景点 疫情正式解封后 碰巧遇上了丽山黑部开山 而这回发生地震 虽然目前现场回报状况都平安 大众运输工具 营运也战无异常 但能量释放完 还是会有余震 正准备前往日本北陆 相关行程的民众 还是得要随时注意 TVB也新闻继合报道 一个蛋清妈妈为了健康 去做胃绕道手术 但她动手术前 特别询问她的保险业务员 费用会不会十支十付 当时业务员还说 至少理赔十万 没想到最后只有三万六 刚做完胃绕道手术的邱小姐 讲到保险业务员就来戏 她指控当时有询问 做胃绕道手术十七万 是否有十支十付 业务员还说最少会理赔十万 最后却只拿到三万六千元 她就说我看错了 我看是女儿子的保单 就不会这么快动手术 我可以等我自己 把手术费存到了 我再去动手术 至少我经济压力不会这么大 她询问业务员 为何和当初说的不一样 没想到业务员却说 看错了错误已经发生 反正她也做得很累了 会辞职负责 消极态度让邱小姐十分傻眼 设问单亲妈妈的她 先前都靠做外送 独自抚养国小三年级的儿子 因为考量到健康 决定动手术 没想到保险不理赔 让她经济负担一下子变很大 甚至失眠 要到精神科看诊 保险公司回应 以一约给付保险金 有关保护的投保与理赔事宜 本公司也已再次联系保护 沟通说明 翻开诊验的保险单 数十页的文字 让邱小姐不太明白保单内容 过去十分依赖保险员 都没什么问题 所以这次也全都听信她的话 也有网友建议民事求偿 可能需要举证且耗时间 现在有保单APP 自己要先做足功课 再询问业务员比较保险 中生医疗来讲的话 她通常都是手术 在快说定额给付 业务员在跟Call沟通的时候 没有把她的医疗范围讲清楚 那Call误以为 她买到的是医疗险的十字十分 专案分析 邱小姐买的是中生医疗险 定额给付 要按照保额倍数给付 只有意外显示十支十付 如果是中生医疗险的 十支十付 价格会差十倍 建议民众购买保险时 要和业务员 离其理赔内容和金额 才能避免后续争议 订阅新闻 国际焦点来关注的是 沃尔战争 乌军大反攻前夕 亚速赢老将重新组建第三突击率 换上了速度更快的 美国装甲车展开了魔鬼特训 而为了确保关键武器不会断货 总统泽文斯基亲自到荷兰 向北约国家要军援 俄军现在则是自乱阵脚 瓦格纳佣兵宣布 5月10号将全面从巴赫姆特撤退 乌军督管火箭先轰一轮 换地面部队登场 前方遭遇俄军火力压制 装甲小队差点被钉死 赶紧换上榴弹发射器 障碍扫除 装甲车打头阵继续推进 此时此刻前方豪沟正在激烈火火 好 来 来 五军阵地瀕临溃败 装甲小队刚好赶到 穿越战争迷雾扫荡恶军 援军来了 豪沟里的士兵吞下定心丸 水喝完了开始绝地反攻 多亏装甲小队神救援 二军仓皇撤退 CNN记者找到这支部队 正是由前亚素银老将 重新组建的第三突击旅 换上新的美军M113装甲车 车速更快 机动性更强 这群二十岁出头的士兵 视死如归 装备 训练 还有决心 三者缺一不可 另外一头的第一二八 国土防卫旅也在秘密特训 全部提升了 准备地反攻 如其反攻击 反攻击 练习续 练习续 希望在北际南 在北际南 在北际南 准备下定 这被反攻击 我们来自下方 已经结束了 真的 没有时间 我们来自继续 我们来自继续 乌军如今万事俱备 就等大反攻一声令下 科比当天表示 乌克兰有在接下来几个星期 或几个月内 开展反攻所需的一切 三军主帅泽伦斯基亲自到荷兰 跟北约国家要武器 反观弹尽远绝的瓦格纳佣兵团 宣布5月10号撤出巴赫姆特 10月23日 我们从巴赫姆尔 瓦格纳死伤惨重 瓶临崩溃 这回真的要回家 洗洗水了 而俄罗斯克里姆林宫 遭到了无人机袭击的事件 不管是不是俄罗斯自导自演 这次事件还是凸显了 俄罗斯空房的哪些问题呢 详细游文家的记者李作赫 好 俄国战争超过一年的时间 双方还在持续的拉锯 我们就看到最新的状况是 克里姆林宫竟然是遭袭击了 而袭击的就是 两架的无人机 看到这样画面 就是克里姆林宫 他们的圆顶上头是冒出浓烟 而且还不断的出现火光 那么其实克里姆林宫 他堪称是俄罗斯的大脑和心脏 这个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 那么现在遭袭击 当然也显示出说俄罗斯的军事情报和国安漏洞百出 当然现在虽然说这是两架小型的无人机 至少在情报上可能还没有被对方获取的太多 但是恐怕真的具有打脸的作用 因为我们看到现在就说 为什么要袭击克里姆林宫呢 第一个有可能是想要羞辱普京 再来会不会是 其实根本就是俄罗斯自导自演 又有可能是乌克兰要向俄罗斯来展现能力 但其实类似这种被渗透打击的 还包含过去有像是 被称作是普京的帝师的杜金 他是俄罗斯的民族主义激进者 他的女儿杜金就被汽车炸弹攻击 另外还包含过去有克里米亚大桥 还有俄军用机场也都是遭到炸毁的 那这两个地方呢 其实也具有相当大的象征意义 现在俄罗斯当然是气得跳脚 俄罗斯的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 就说除了消灭泽伦斯基和他的派系之外 没有其他选择了 而俄罗斯方面将会保留合适的时间地点 来采取报复 乌克兰首都基辅上空出现无人机 一度飞过独立纪念碑 随后遭击落坠地 不过这不是俄罗斯的无人机 而是乌克兰自己的无人机失控 虚惊一场 另外南部城市赫尔松连日遭到俄军空袭 三天下来炮弹袭击 达到了500多次 一架无人机在半空中被击中 瞬间烧成一团火球 目击民众放声尖叫 直接就坠落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中心的公园 不少人是拿起手机狂拍 这一刻爆炸瞬间 几乎全基辅都能清楚看到 因为就发生在乌克兰当地时间4号傍晚 一架土耳其制的TB-2无人机突然出现在基辅市中心 一路飞过独立纪念碑等地 一度引发民众惊慌 过程中还不断有试图击落的枪碰声 最后烧成火球坠落地面 后来厘清是虚惊一场 原来是乌克兰自己的无人机失控 不过就才刚发生俄罗斯指控 乌克兰无人机暗杀普琴事件草木皆兵 俄罗斯更随后在清晨及傍晚时分 对乌克兰发动至少两次攻击 基辅有大批民众又带着小孩宠物 全家大小挤进地铁避难 基辅外围更发现有俄罗斯的无人机掉落 还有建筑物着火 尽管这一波空袭强度似乎比较减缓 但已经是四天来至少第三波攻击 南方的奥德萨日夜都是炮生隆隆 但真正惨的地方在赫尔松 赫尔松这三天内累计至少539次的炮袭 从超市卖场到停车场 处处弹坑血击斑斑 乌克兰总统泽勒斯基在脸书 PO出了赫尔松超市内被轰炸波及 几乎全毁还有民众不幸死亡的画面 都令当地居民惊恐又愤怒 而美国统计的死伤数据更显示 在过去三天 俄罗斯空袭至少夺走100位平民性命 俄罗斯毛起来加大攻击力道 意图很明显 连炮袋上都写着是要为客公攻击复仇 人在印度的俄国外长拉夫罗夫 一句话指控乌克兰和美国 但是美国否认 慢动作一遍一遍重播爆炸片段 都说这要是暗杀实在太牵强了 就是因为这攻击 看起来一切都控制得太刚好 就像排演过的剧本 尽管事件有让战事升温的风险 但是乌克兰民众是拍手较好 而针对此事 俄罗斯要召开联邦安全会议 就怕以此为借口扩大战事 TVBS新闻总和报道 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 本周六即将举行加冕大典 伦敦街头已经充满节庆的气氛 预计这次加冕大典将创造80亿英镑的商机 相关的纪念品都被买爆了 再请做衡打我们看看 好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在去年辞世之后 那么接下来终于要迎接的 旧式查尔斯三世 她要来进行加冕了 这个加冕的时间将会定在5月6号 那么现在英国当然是绝不要来盛大的举办 而且也预计说会有吸引很多从世界各地过来的观光客 他们想要来看一看这个历史性的一刻 所以当然现在也带动了商机了 我们来看到这有多庞大呢 根据英国零售研究中心的数据 他们就说光是估计英国人在加冕纪念品当中呢 会花掉的钱就会有2.5亿的英镑 那到底这些这个英国民众喜欢什么呢 热销的商品 包含陶瓷啊 硬币啊 旗帜 书籍和文具 可以看得出来都是相当具有 纪念价值意义的商品 会是这些英国民众 他们心中的所选 但是如果再加上包含周边的派对 以及其他旅客来这边的消费 估计这个整体就会来到14亿的英镑 相当惊人 而为了应付这么多的 从世界各地来的旅客呢 还有英国民众他们想要采买 担心说补货会不会来不及 所以现在各这个英国的厂商 也都开始来做准备了 我们看到当地有名的古瓷工厂 他们是日夜赶工 另外在马沙百货 看到礼物 饼干 茶叶这些东西 都成为热搜的商品 还有当地的饼干 他们说估计可以销售出 十万块的皇家饼干 而其实像这样子的皇家经济 王冠经济 可以追溯到15世纪的时候 当时在1840年 英国女王还订定了 所谓的英国皇家认证 这个认证是什么呢 透过品牌和组织来强化 王室的形象 同时也有助于品牌的行销 当然这也替他们带来相当大的商机 只要是拥有这样的皇家认证 就算是比较小的公司 他们说是每年都可以多出5%的销售额 英国查尔斯国王 我们看到了将在周六执行加冕大典 而是让从他加冕的皇冠 衣袍甚至到手套都沿袭 英国王室的悠久传统 特别是这次加冕典礼用的花束 还是伊丽莎白二世跟菲利普亲王 当年亲手种下的山毛举树枝 等于是跨越时空 为儿子登基送上祝福 跟着鼓声整齐踏步 英国查尔斯三世加冕倒数 每天晚上加金彩排 不只卫兵 皇室成员也很忙 凯特王妃和威廉王厨 惊喜现身伦敦地铁 凯特一身优雅红大衣 内搭白裙 仔细看大衣内衬还是蓝色 巧妙搭出红蓝白国企三色主题 而这次加冕的主角 查尔斯和卡蜜拉 在白金汉宫主持花园派对 替大日子闲暖暖场 毕竟周六加冕典礼 重要性远远不止帮查尔斯 戴上王冠而已 因此皇冠的样子就很重要 首先是查尔斯的王冠 1953年伊丽莎白二世 头上这顶圣爱德华王冠 将换查尔斯戴上 而卡蜜拉的后冠也有渊源 玛丽后冠112年后传给卡蜜拉 但上面一颗原本来自印度的 光之山宝石 为了避免争议不会出现 另外大家吵不停的 还有镶在皇家权杖上的 南非钻石非洲之心 而查尔斯要穿什么也不光 这对皇家圣衣和圣袍 已经70年没人穿 加美服饰从头到脚 重点都在延续传统 不止衣服沿用 永续环保 查尔斯相当在意 连花树盆栽都有要求 四种花从英国四大地区采摘 还藏着感人故事 爸爸妈妈虽然都不在 查尔斯却能用另一种方式 收下父母祝福 而加美前夕还有挑战得克服 按照传统 加美当下 全国教堂中都得敲响 问题来了 全英国敲钟人才三万 但同时有3.8万口钟需要敲 因此各地几集培训 敲钟小煎冰 查尔斯的加冕大典 不止凝聚全国一心 也带来商机 从与此降到玩具模型 甚至纸牌游戏 全推出加冕特别版 当然怎么能忘了纪念硬币 帮查尔斯戴上 王冠的特别版硬币 成了超热门商品 一生一次的加冕风潮 没有人想白白错过 TVBS新闻众报道